广秀是中国四大名秀之一 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一带 民间刺绣工艺的总称 清朝时期广州成为一口通商口岸 广秀大量出口 在西方掀起了一阵中国风 被西方学者圣赞为 中国给西方的礼物 近日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馆员 广东省博物馆陈列展示中心主任白芳 接受了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详细解答了关于广秀的一系列问题 广秀的特色还是比较鲜明的 因为中国有四大名秀 广秀的特点 一个是它构图比较饱满 第二个就是它的色彩是比较热烈的 就是给人很热闹很喜庆的那种感觉 还有它秀的题材主要是这种岭南的风物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种三阳开泰 龙凤城祥 就是还有荔枝佛首 这些岭南风物 据白芳介绍 在清代 中国大量工艺品从广州出发销往西方 其中也包括广秀 精美的广秀销售到西方后 征服了西方社会 那么广秀销售到西方之后 一个是广秀的精美 征服了西方的这种让他们赞叹 再有我们不单输出去的是这种绣件 我们还输出去的比如说刺绣的材料 绣绷 绣架 然后刺绣的针线 然后把刺绣的记忆也传播到了西方 所以他们在吸取了我们的这种刺绣的记忆基础之上 又形成他们的就是让他们的刺绣更加去发展 所以就是把广秀称为了我们送给他们的礼物 据介绍 广秀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 受西方文化影响 广秀的刺绣记忆以及表现形式 也迎来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和创新 就是我们广秀之所以能够 就是有别于其他四大秀种 一方面就是前面说的这几条 再有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 就是我们针对西方市场量身定制这些绣品 那么西方他会拿一些 比如说他们的西方的人物肖像 然后他们的宗教题材 就是他们需要感兴趣的一些画作 然后拿到我们这来 然后我们去按照他们的画样去绣制 所以我们会有我们的这个绣制题材上去丰富了 再有就是西方他在构图的时候 他是讲究明暗阴影的对照的 然后还会讲究这种远近大小的这种透视比例 所以我们把西方的这种西洋的绘画技法 也应用到了我们的刺绣的工艺上面 所以就形成了就是跟其他绣种 有很大的区别的地方 谈到广秀的发展前景 白芳表示 一方面需要资金的扶持 一方面是对人才的培养 白芳强调 虽然我们处于工业化的时代 但非遗传承强调的是手工艺的传承 所以一定要有匠心和耐心 从整体的发展趋势 其实广秀它是 是亟代去保护的 为什么它能够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是已经是濒临灭绝了 所以我们要去传承 要去保护 那么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其实我们觉得广秀 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记忆 一种文化传承 它是我们粤港澳三地 这种血脉相邻的一个文化的纽带 那么也希望广秀能够在未来 焕发出生机 能够再蓬勃发展